小马哥最近在我们的评论区很火 你再回顾一下 不管是海军大将四皇 跟这些非常强大对手的这些对战 马尔克表现的确实都很棒 小马哥真的是高端局的高端玩家 首先是在合作国大战 对上静跟奎英 一度上市战上风 最后是因为体力慢慢不行 然后退出战场 你回到这个顶上大战 跟黄元之间你来我往 当然黄元是有放水的 然后对上亲至之后 马尔克可是踢伤过亲至的 在救陆飞的时候 那对上完全不会放水的赤犬 马尔克表现其实也非常不错 也是在关键时刻拯救陆飞的时候 马尔克用他的蓝色火焰 生生的扛住和挡住了赤犬的银江 虽然是明显是这一个赤犬占据优势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马尔克扛住了赤犬 用短暂的时间扛住了赤犬 这是很难的 那可是赤犬 再就是最近在鬼岛上 跟大妈发生的硬碰硬的对碰 那只是从这个一次的对碰来说 马尔克甚至在招式上占了上风 虽然最后还是被大妈掐住了脖子 但这个表现 马尔克一点都不丢分 就是他这种高端局 他真的是一个高端局玩家 非常的神勇 但是你从马尔克这一系列和高端对手对决的这个战绩 在对比他遇到卡普的那次交锋 你就可以明显发现卡普才是真正神级的存在 因为马尔克在顶上大战 面对的卡普是正面攻过来的卡普 马尔克自己有翅膀 是在天空飞行的样子 卡普是不会飞的 他就是瞬间跳起来 猛攻马尔克 马尔克的这个速度 力量 体数都很棒的 但是面对卡普的正面一击 马尔克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被打黑 而且卡普的这一拳 你对比马尔克在整个顶上大战所受的伤害 不管是被黄元的这个激光戳穿身体 不管是被赤拳所伤 不管是被鬼蜘蛛所伤 马尔克其实这些伤都是可以通过他的再生之源恢复的 但是到顶上大战结束 来胡子的葬礼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马尔克的脖颈附近缠着胶带 那这个伤就是卡普的一拳所带来的 所以通过从顶上大战到合之谷 马尔克的这一系列高端局的实用表现 我们才可以越发的感觉到 在马尔克的衬托下 卡普才是真正的神级强者 我们下个视频